字幕君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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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領先的鋁美 合金複合材料車輪製造商 這台車 相信大家已經看過它露出了吧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2014年的 1350古貝雙門的 小改款 舊款的是大燈小燈是分開的 方形的那種 有人比較喜歡方形的 有人覺得這款比較好看 那我們就來跟觀眾朋友分享看看 這一台車呢到時候 把它整理好需要花多少錢 也就是說現在觀眾朋友 你如果在外面你去找自售也好 或者是你去外面買了一台 十年的賓士 到底回來換些耗材整備要花多少錢 我跟你講啊現在拿到那個單子 十幾萬我已經不會回軟了啦 所以看看賓士會不會讓我再度回軟 我們就來愛車小搞搞一下 來跟大家分享 把它整理到漂亮來 到底要花多少錢 那我們就處理下去啦 耶很高興來到這邊 喬光的莫老闆 相信這台車應該 難不倒莫老闆吧 沒問題 這個算是很常見的車型啊 W212 這台車有什麼通病嗎 W212比較有的通病 就是它的正式鏈條的齒盤 第一個它會有先有故障碼 就冷車啟動的時候 會不太好啟動 它會有很明顯的異音 啪啪啪啪的聲音 一聽就知道它不正常了 其他還好 其他都還好 因為這個車是相當普遍的車子 上次那個1351 這一台要更高規格 是 要把它的耗材 大保養 一些東西都不管怎樣 都把它整理到到位 反正這個過程 我們都把它拍攝下來 給觀眾朋友看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一台1350的部分 我們有檢查到了 哪些部分需要做更換 然後我們也會跟大家說明 我們檢查了哪些東西這樣子 這台車一進來做保養的時候 我們就是基本上先做全車檢測 因為這台車畢竟有點年份的 發覺它有點肉油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蓋子裡面的電片 重新打交錯處理 然後這個蓋子把它換掉 然後冷卻地桶的部分 我們有看到水箱這邊 一定有點開始歸裂 這個縫隙這邊 有一點白色的痕跡出來 因為這邊是引擎的出水孔 這邊是最熱的 接下來這邊有可能會直接撕裂掉 所以我們把它做建議更換動作 然後小隻它有個習慣 水Bump 它會想要把它更新掉 這才是真的是 完全把它冷卻系統搞定的 正確的方式 基本上水Bump 能夠用改良版零件 我們一定要用改良版零件 因為什麼 新車一定會有所謂的法規限制 我們找到完全改良版的 我們就把它做完全改良版 所以我們到時候 直工作過程我們會去露營 做一台這台車的完整的一個維修履歷 這台車我們會優先先處理 變速箱油的部分 因為它旁邊有在漏油 主要是這一個膠條 它都已經拆下來了 所以我們會順便建議 把這個裡面的濾芯把它換掉 因為它油基本上都已經全部釋放掉 那它那個油 比如說大概建議說多久要換一次 如果說今天是入手中股車或新股車的話 我們會建議車主把手火把網做一次 歸零從我們現在接手車子 開始去做里程計算 後續有比較果當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施工 這邊會漏油 這邊在當初在換裝的時候 這邊沒有清潔乾淨 然後這邊是油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表面要清到完全乾淨 不是說我先拆下來 稍微不擦一下再把它撥回去 或許剛開始的五千一萬公里不會漏 可是接下來你可能到達一萬五 或兩萬公里的時候 開始升 就會開始慢慢升出來 因為有時候規範來講 它還沒有到要換綠心的地步 它只要換邊用香油 因為綠心的費用 跟換邊用香油的費用不太一樣 如果當初把它處理好 接下來可能下個里程 我們只換邊用香油就OK了 我們在處理歐系車的話 有人會想說突方便 把它插頭拔掉就好 問題是我今天插頭拔掉 它裡面的水蜜或氣蜜不夠好 有可能接下來可能會跑水進去 然後接下來也有可能說 發掉以後 電腦可能要重新設定 你要讓它被用香換檔模式 重新學習的話 會造成車主的困擾 譬如說放油門以後 滑行那個距離有沒有 變要重新適應 邏輯會不太一樣 對邏輯會不一樣 所以會造成困擾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說 能夠不要動到原本的線數 我們把它這樣掉著 也不會拉扯到 這樣會比較好 就是街頭也不要拆 對對對 痕跡從這邊倒過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檢查到這邊沒有漏 可是因為我們車子一直放著閒置著 它油慢慢的流過來 現在處理的話會先上半步 位置感知性那個油風 那個先處理 跟油壁濕蓋先處理 把油洗乾淨以後 再去觀察有沒有漏油點 所以你剛剛那次進去看裡面有沒有 對我看裡面 就是所謂的虛軸後油風 因為它是躺在便服箱跟引擎中間 背輪那邊 我剛才進去看說 裡面到底有沒有耍油出來 但是那邊是乾的 代表是外來油 但是外來油我剛才從上面看過去 它是沿著油底殼的第二層 開始流過去的 所以我們上面先處理完 洗乾淨再觀察有沒有漏油點 我們一般要怎麼判斷說水箱要更換 看它有漏油的時候我們才有建議更換 所以如果從外觀上面看是看得出來的 對 有些都是那種塑膠件 在那邊咖啡色老化的時候 我們也會建議你們換 就全部都氧化了 這裡也是啊 它就會從那種縫裡面 開始慢慢滲出來 這邊接縫處已經有白色痕跡出來了 那時候說有歸列的形象 對 因為這邊是引擎出水口 這邊溫度是最高的 這個地方模具接縫處已經有點痕跡出來了 剛好對到裡面 這個地方最脆弱 衝擊面最大 這邊有水痕 明顯是從外圍喔 我們看一下 所謂的改良板差別在哪邊 這邊這個模具 你看它是死角的對不對 這邊是圓弧的 為什麼是圓弧的咩 它水流的衝擊是瞬間 下去以後讓它往下去 不會是因為打到直角以後回衝 它的流動會比較順 對流動會比較順 所以相對的散熱是提升的 然後你看喔 這個就是因為它久了 這個齒幅度往上撐了 它不是正90度角的 這個正90度角 原本應該是要這樣 對原本是要這樣 所以它冷桌熱罩有沒有 它已經快撐開來了 已經到邊緣地帶了 如果再大一點可能會從這邊開始漏 就直接就整個爆掉了 所以後來我們水箱 我們不會用原廠零件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台灣的氣候 是屬於比較濕熱的 可能有點稍微的海水成分 所以導致有時候背面會有點腐蝕 然後這個的話 因為它的料 是用所謂的7072 7072的料是所謂的耐酸鹼料 它沒有辦法完全去抗掉所謂的強酸強鹼 但最起碼我們台灣的氣候上面是說 它能夠抗掉那個腐蝕 比較難一點點 我們這是正常的水幫浦對不對 對正常的 那因為這個是小師要求要換的嘛 那一般來講 比如說我們水幫浦都是大概多久 會建議更換一下 它底下會有個孔 我們在保養心檢的時候有沒有 我會內視進去看這邊 只要有一點點水痕 我們就建議更換 或者是說它有聲音的時候 那因為這一台都沒有這個現象 所以後來小師就說 建議把它更換掉 我們就跟得到錯了 它這個墊片是不用打膠的嗎 其實來講它的膠已經附在表面了 所以通常來講 這不會去做打膠處理 除非說我今天拆下來 它沒有要更換 我只能在打膠而已 現在是要看它有沒有漏嗎 對 真空車漏很好 結果漏 這樣就會去查是哪邊對不對 對 一般我們喬光在做冷卻系統的時候 通常都會跟車主說明一點 我們拆裝過程當中 有遇到不堪用的零件 Olin或者是水管 我們會建議做更換動作 像今天這台車遇到了 今天做的負壓的時候 已經會降壓了 所以我們加水進去 變成用鎮壓下去打 打下去以後 發覺這根水管在漏 這個頭裡面的橡皮 Olin 所以我們直接再追加這條管子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還沒有拆的狀況下 這邊看得到 我們就把它這邊由處理掉 那因為這邊那時候整個都蓋著 我們現在把上面的東西拆下來以後 就發現了 兩邊對稱 一樣的位置 就這一個肉 所以到時候我們再追加這一個 因為這邊肉蠻大的 70點在這邊 從這邊肉下去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这一台1350我们把它做换刹车油的动作 一般来说看到的设备是那种大台的 它的刹车油是要加在所谓的设备里面 我们用到最后发觉有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的车有时候是电子刹车 有时候是手动刹车 除非你要背两台那种大台的 这样可以沉占空间 所以我们选用这种比较先进的 然后我们今天会做这样 用刹车油去做更换动作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个总棒里面有橡皮在 有一些老师傅会不太敢去给它 换刹车油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正常来讲车子在前进阶有没有 它活塞性能是非常小 就是因为稍微只要有建立油压 刹车就做动了 但是如果说你要换油的动作的话 你必须要大力推 有可能那个橡皮就破掉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轻易这所谓的压力更换式 把它接到刹车油壶那边去 直接用刹车油压去把它做加压动作 然后油直接从分方向露出来 所以这不就是 旧的油吗 旧的油换出来 这样子我基本上 原本的那个橡皮没有去动到它 就不会让它有磨损的危机 就是这比较现代化的修车方式 正常是要从最长的距离开始放 正常为了摄影 所以我先用先放这一轮 可是等一下我们还是要照步骤来 从后面前 桥光汽车保修联盟 提供透明的车况检查 并公开车辆的重要资讯 让消费者安心修车与保养 在售后我们设有全省保修据点 让车主便利预约服务 为爱车安排适当的时段 进场见诊或保养 经营理念立足于 第一雍直的服务 第二卓越的品质 第三安心的保固 LBAC 锻造旅圈工厂 全客制化旅圈代工 全车总可接单 断压成胚炫压成型 毛胚源自于带卡体系 T6061航空旅 安全品质兼固 承接各种订制款锻造旅圈 批量零售并提供 国内外铸造轮圈代工生产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耶 要来到乔光啦 把它的一些耗材 都进行了一些更换 刚刚好现在顶起来啦 我觉得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底盘 你看这底盘 干了跟什么一样 因为十年的车了啦 我觉得有点油气 我觉得都还OK 对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呢 把一些耗材 燃烧室啊 节气门 该清洁的都清洁了 当然所有的油 里面的滤芯 外面的滤芯 都换掉 当然它回来 好像还是有一些剩油嘛 我们换了一些摇壁盖啦 对对对 还有兔伦手感知器的排气端的垫片啦 这都是一些油风的部分 那最后我们有检查到一个点火线圈 好像效率比较差 那我们也一次 全部换掉 我本来想说换一根就好了 还要有六根你知道吗 那个一根三千块六根就一万八了 对对 那我本来想说 赛小鱼可以开就好 哈哈哈哈 当然我们做生意就是自己这一关过不去 对消费者也是啊 你换一根我觉得总是会怪怪的 要就全部都把它弄掉啦 然后我们新的轮框也帮它换上去了 对 那请莫老板来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检查这台车 那觉得整体的状况 跟你们大概做的东西啦 这台车做的整理啊 大部分漏油漏水的 这个都是OZ车的封印嘛 所以我们上集有讲啊 莫老板跟我一样 对于油路水路是特别重视的 对对对对对 我重视的是水箱相关的 那你重视的是水泡浦 水泡浦也换了 大马上都做好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有帮它续压 做压力的测试 都做了都做了 对对对对 水路的部分 我可以说它现在是健康的状态 对那油的话 咬壁盖肉油处理 这个不处理的话 以后它会整个那个点火线圈 烤耳嘛 跟那个火星栽可能 油力量啦 就会油 都会油跑进去嘛 所以我们先把它换掉了 所以这台车呢 我们这样整个巡过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给它一个保固 在我们这样子检查完之后 我们就会提供引擎本体保固 出厂之后的15年20万公里 出厂啦 不是从现在算15年 不是不是不是 我想要顾到这台车30岁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它现在10年车 就等于还有5年左右啦 那你要固定每次都会保养 对对对 引擎还有变速箱吗 变速箱也有15年16万公里 欸不是啊 会不会像很多联盟一样 都只写那个不会坏的地方啊 我们有没有一个内容 我们有list在我的官网也好 官网上面 或者是在我的LINE8里面也都会有 你只要点会员权利就有了 你就可以看到有保固哪些内容 然后里面有什么条件 都写的清清楚楚 但是我相信当然不可能全部 什么都包含啦 那还是要把这个游戏规则 讲清楚 讲清楚在网站上 他们都有开诚布公 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因为跟莫老板这样配合下来 觉得他对于这个车子的标准 是跟我们的想法有点类似啦 有些消费者也许觉得 莫老板是不是单价高一点 那就跟很多消费者来找小师买车 会说小师的车压比外面贵一点 那这是不是事实 其实不知道啦 那我们假设是好了 其实我说实在大家是买一个 第一个售后的责任 第二个就是专业嘛 我觉得就是买这两个 还有我觉得售后比较重要啦 我也常常讲啊 如果大家来跟我买车 你跟我说 欸小师我买段不用保固 我至少便宜三五万给你 好因为这个都是一个风险 而且啊我认为当我们做生意 稳扎稳打到一个地步 别人能攻击我们的 只增加价钱 啊对 好我推车 你可以编 问题是我们是按部就蛮飙飙准准 我们也不欺骗消费者 那我也还在跟这个莫老板洽谈当中 希望说以后有没有机会 跟小师买车的客户啊 都可以享有莫老板的连锁体系 全面性的保固 不是啊我们这个保固 如果跟其他联盟一样 只保固一些不坏的 对对对 那我何必要找你 是的 所以我在尿他啦 我希望保固是有效的 你说欸我保固十年 结果里面都是写不会坏的 那有保固又没有保固一样意思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啊 我也会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跟他处理一下 是 最后你说我们要宣传什么东西 来来来 这是清燃油系统的 燃油系统清洁剂 对然后这是清燃烧式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怎样 清洁套餐 这个是每5000公里保养的时候 就可以加一罐 清洁 对清洁燃油系统 然后所以汽油棒铺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就保护汽油棒铺 十年十万公里 喔十 等一下再讲一遍 就是出厂后十年十万公里 你说加这个进去 你还要给它保固什么 汽油棒铺 啊这个咧 这个是燃烧式 2万公里再加一罐就可以 那这不就保固喷咬嘴 喔你好厉害喔 不是啊 那个东西又不是你做的 加这一罐下去 你要给它保固到车零十年 对 但为什么我讲这样子 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东西 都说它自己有什么效果 有什么效果嘛 但是有没有不知道 对不知道嘛 那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嘛 就是我给你保固就好了嘛 你也不用去考虑我会有没有效果 我没有效果 我不敢这样保固嘛 那这个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到哪里 去我的官方LINE AT 或者是去我们的商城 做预约 预约也可以 你要直接去我商城买 自己回家加也可以 多少钱 这个2000 这个500 2500 赌10年10年这样喔 对 好像蛮划算的 是啊 搞不好是成本5块而已啦 主要剩下2495 就是在赌你会不会坏啦 那今天呢 很谢谢这个莫老板 又再一次的圆满的达成了 我们的要求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再赶快把它做完 对 那我们就Let's go OG方向盘 专业缝制精品级的皮革改装 实体经营30年的经验 不减步骤 不偷工减料 客制化服务设计量身打版 贴合程度接近百分之百 借由皮革金属等多项质感素材的搭配 方向盘也可以成为你性格的代言人喔 CS车工车业 结合汽车改装 维修保养 精品贩售 汽车买卖 汽车拍卖生活网 能满足你对车的一条龙服务 全方位汽车服务场 全系列的客制化改装 泰山厂 土神厂 无骨厂 力宝厂 市场同时为你服务 无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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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魔无敌系列经销商 新辉隔热纸 提供的是全车的隔热纸 以及天窗的隔热纸 前档是WD30 车身是WT12 天窗呢 是全反光的系列 提供最优质的隔热纸产品 选用国际知名品牌 确保每一张隔热纸都具备有卓越的隔热效果 以及耐用性 让客户感受最明显的温度差异 一根舒适的体验 好啦 终于啦 以后我们整理车还是用日本车就好了 上次讲说 随便来个十来万也没感觉对不对 我告诉你 真的如同我开场所说的 一台宾室啊 你要整理起来啊 真的是要双倍的价钱 好险这台车原本7就算还不错了 它只是有一些跳迟的痕迹而已 如果像我们之前那个大包改下去 整车烤漆烤下去 这台车可能整理完要30万 宾室真的劝大家不要开玩笑 我们这个算是以身试法的一个最好的典范 这次呢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首先呢这个水箱护照我们有换啦 因为我们检查的时候水箱护照有断脚 所以我们更新了一个 水箱护照不便宜1万多块 好贵喔 跟你那个什么日龟 哈你那个日龟想三米三日 想你三米三日 我是不是不要一直再重复提这台车 没关系啦 走得有点习惯 我这个人是这样啊 我是属于那种伤口就是一直撒盐一直撒盐 它愈合会比较快 你是哪一派 你是鸵鸟的吗 对我是鸵鸟 你是说不行啦 哇哇哇哇哇哇哇 别人昨天在你上口狂狂的撒盐 这就1万多了啦 吓死我 再来呢 我们这次呢要谢谢我们的桥光保修联盟 我们这一次的这一台宾室啊 我跟你讲 又是我们集所有的协力厂商之大成的一个作品 过程我们都有做一个记录 如果大家对这些协力厂商有兴趣的话 都欢迎你们直接去他们的官网 或是他们的社群平台 直接跟他们恰询 跟他们说是看小事来就好了 要怎么打折 你们自己去瞧好不好 那我们到这个桥光汽车保修联盟做了什么东西 啊对吼 它是不是还有那个啊 加那个汽油精就可以保固那个 好吧 那个也要记得点连结进去看一下 在桥光做了什么呢 当然五油三水基本的不用讲 所有的该换的滤青全部都换掉了 连变速箱的滤网都换掉了 该清洁的节气门啊 积碳啊 全部都清了 水箱也换掉了 它一样正负压有做这个续压嘛 然后呢 突轮轴感知器垫片 我们发现有剩油都处理了 那另外我们也一并把大保养都处理好了 包含这个水棒浦啊 周边的接管啊 还有这个水箱的下水管 然后再来一个点火线圈也换掉了 然后还有那个方向机的那个转向马达 有做一个维修 那方向机转向马达的维修后来发现啊 是这个前车主换了这个台制的马达 导致说它的这个装上去有点公差 那后来把它做一个修正之后呢 就搞定了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啊 在外面修虽然要省钱啊 也要找到会修的师傅很重要 不要钱省了就功能不正常 或是很快就坏掉了 然后再来呢 谢谢我们的Airbag锻造铝圈工厂 我们把它换上了这个19寸的轮框 加上2453519的这个胎皮 增加它的整个视觉性 它原本的是18寸的嘛 好我们把它升级成19寸的 这个Airbag锻造铝圈的这个就是我台康 还有我的客制化凯迪拉克的铝圈 全部都是Airbag锻造铝圈工厂 也有非常多的样式可以选择 甚至客制化都可以 另外呢我们还帮它换装了 因为我们刚刚好我仓库里面有 前六后四布兰博卡钳 还有这个加大通风碟 我都把它换过来了 所以这个刹车皮前后也都是全新的 那这个系列我们车工 专门在搞定疑难杂症的啦 M135那个灯啊 别间接不好 去那边接好了 然后再来呢 也是我们最爱的 龙魔无敌系列 全车的隔热纸包含前挡 配合它的车色 营造出一种高级感 因为它本来的那个隔热纸 也都有一点退化了 那就整个都帮它换新了 那这个龙魔的无敌系列 也欢迎到他们的官网 去洽询他们的各地的行销商 内装的部分 当然少不了我们的 OZ方向盘 这次呢 OZ方向盘帮我们设计了一个 平靶的车红线的 搭配它比较新世代的一个 AMG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方向盘 那其实就是在中间呢 有一个定位环 那两侧 有这个打孔 那并且有加粗 看起来我觉得 它的质感又跟原本提升蛮多的 OZ方向盘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有需要也可以到他们的 社群平台 去跟他们预约 欸不贵耶 其实不贵 我说实在 我们在它的内装的部分啊 因为一些很老气嘛 那时候都有那种木头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请我们的 哈勃专业车体包摩 欸又是我台康的 你们到底 没有新厂商 到底 不是说我们新厂商 这代表什么 我们念旧嘛 我们用的好就一直用嘛 跟我们一样嘛 我们娶一个老婆 对不对 就不会换了 会像人家一直换吗 你说谁 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们请哈勃 就是帮这个 Porsche哥 犀牛皮冲破啦 是不是 又来盗补服务修补 Porsche哥的犀牛皮 就是哈勃 车体专业包摩 那请他呢 帮我们把这个内装 做一个法斯文的处理 看起来整个那个老气的感觉都不见了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呢 我们这个 也去买了贴片道件 好我们把他所有的按键全部都贴成银色 好他本来是黑色的 然后他又有环保漆的问题 就按到都有一点脱漆了 现在所有的按键呢 搭配这些银色的四框 再加上黑色法斯 我这个整个整体感变超棒的 我们又帮他加了这个盲点侦测 那以外呢 我们也帮他加大櫻木 我相信 这台车应该很快就可以处理掉了 我已经有朋友看到了 很有兴趣了 对人家问了 废话 我坦白说我一直以为这款 冰式已经有一点老款 但是其实越看好像越香 我们好像小搞搞整理车 没有整理过进口车 头一次的整理进口车 但你觉得怎么样 试一次就好了 诶我上次的135 好像没花这么多 可能因为第一个音响我没动 卡钱我原本就有了 轮框也没有 格勒子我也没用 我觉得整理基建 我跟大家分享 像这种十年左右的双臂 我觉得你大保养家基建的检查整理 如果你买了前一手的车框 觉得还算可以的状况之下 我认为以我BMW E35跟这一台 两台的经验看起来 我觉得你要准备个十来万 基建的部分而已 其实E35那一台车 我已经觉得车框很好 这台车当初进来 我觉得车框算不错了 所以就是光引擎 五油 三水 大保养 那些弄一弄 胖不胖不胖就是要十来万 所以这个也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双臂梦 那不是说不能买 但我觉得你心里要有个底 那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一种整理 跟消费者分享这种车买回来 光这些基础的 以及基建大保养 大概就要花这些钱 还有肉油等等 剩下要花的就跟什么车 不太有关系了 隔二子没台车钱都差不多嘛 轮框 不管你是日本车 欧洲车都差不多钱 胎皮都差不多钱 你要贴膜 你要换环景 你要换有的没的 基本上不管你是日系车 还是欧系车都差不多钱嘛 所以主要会有差异性的 就是在料件的部分 还有外观啦 你要改大包 应该钱也会差很多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这台2014年的E350 KUBE 来跟大家分享 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留言 非常开心小铃铛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别别着急 发意金库 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力 出门在外只有圣怕丝 不是我台风影片穿麦当劳 大家问我麦当劳衣服拿买 我今天又穿麦当劳衣服 出了衣服 对啊 偷接业配 我也可以腰腰鼠调一下 腰腰鼠调一下